我是顾里的忠心大田狗 顾里每次看见我都会嫌弃地让我鬼远点 当我真的离开他的时候 他却又哭着让我留下 我拉着宋雨山的手笑着说道不好意思 我的白月光回来了 深夜顾里在电话里十分着急地让我去餐馆接他 我担心他出事连鞋子都没穿好就跑了出来 当我推开包房的门的瞬间 顾里嘲讽的声音传了出来 我就和你们说 父慈就是我的一只随叫随到的狗吧 包房里的众人看我狼狈的样子都大笑了起来 我无视了旁人的目光 温柔地说道咱们回家吧顾里 你敢和老娘这样说话你就是一个废物东西 凭什么用这样命令的口气和我说话 我垂下头攥紧双拳 强忍着想打他一顿的冲动 那我在这坐着等你回家 顾里拿起一旁的包砸向我 我没躲开包正好砸在我的脸上 傅慈你知道自己的身份吗 老娘今天就告诉你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顾里说着就狠狠地扇了我一个耳光 我非但没生气反而极为温柔地和他说道 手疼不疼下次我自己打你 可不我心啊傅慈 我要是你我都不想活着了 我脱掉大衣给他披上 外面很冷你走的时候多穿点 我去包房外面等你你多久没洗澡了 顾里嫌弃地将我的衣服扔进了垃圾桶里 对不起我下次注意 别生气了我回头给你买包 周围的人看着我的做法 都不由地佩服了我的舔狗能力 基安说到傅慈比传说中的还像个舔狗 我们顾姐真是牛逼啊 顾里看向基安微笑道像傅慈这样的男人 天生就是贱重就渴望别人欺负他 我笑道我只渴望你欺负我 不管你对我怎样我都永远爱你 顾里看见我的表现 觉得脸上有光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脸 喝了几杯后基安忽然说道 光喝着多没意思不如来点刺激的游戏 顾里听见这话心里有了个不同的想法 傅慈跪到我的旁边 听见顾里的话我连忙走了过去 没有丝毫犹豫地跪了下去 这都能接受真是舔狗中的舔狗 顾里却觉得只这样还不过瘾 继续为难着我 听见这话我的心里突然咯噔一下 这顾里看见我有些犹豫心里不爽起来 这是对你的恩赐你真以为你配吗 顾里看我不说话继续说道既然如此 那你就滚吧我咬了咬牙开口道我吃 周围的人拿出手机 录下了我狼狈的一幕 这才乖大家看我都能忍受到这种地步 不仅感慨了一下我真的太甜狗了 但其实我根本不喜欢顾里 这样做只是因为他和我的白月光长得太像了 我的白月光叫宋雨珊我真的太爱他了 但自从他出国以后我们就失去了联络 跟顾里在一块就像跟宋雨珊在一块似的 我看着眼前的东西始终下不去口 顾里一脚踩在我的脑袋上冷笑到没用的东西 饶你一次惩罚你去把今天的账结了 听着她的话我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等我回到包房的时候只剩下了顾里一个人 我结完账了你去哪我送你 给我订个豪华的酒店 晚上我前男友来找我 我订好了套和夜宵也订好了我送你过去 我把顾里送到了酒店 她头也不回地和她的前男友进了房间 心里还有些犯着恶心 就在这时候我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我连忙拿出手机 害怕是顾里的电话 傅辞你还记得我吗 电话那头的声音是我朝思暮想的宋雨珊 我怎么会忘记 雨珊你终于联系我了 我刚下飞机就给你打电话了 你现在有时间来接我一趟吗 我没有丝毫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用最快的速度赶到了机场 看到我心心念念的人就站在我的眼前 我的眼眶突然红了 雨珊你过得还好吗 宋雨珊抿嘴一笑在我脸上轻轻一吻 还好只是很想你 我也很想你 我一直想和你表白 可是联系不上你 宋雨珊朝我笑了笑 现在不是联系上我了 现在表白也可以 就在我幸福的时候 顾里的电话打了过来 宋雨珊看了一眼 我的电话有些沮丧 你有女朋友了 她不是我女朋友一个疯子而已 我没有理会电话的声音挂断了 宋雨珊见我皱眉 轻声到大晚上不好找酒店 你家有没有地让我住一宿 你就不担心我趁虚而入 我就怕你不敢 我当然知道宋雨珊在说什么 微微一笑将她拥入怀中转身就走 顾里见我没有接听便发来了一通信息 傅慈我未疼 赶紧来找我 傅慈你居然敢挂我的电话 傅慈你要是再不来我就给你拉黑了 傅慈赶紧给我滚过来 手机一直在震动我无奈地看了一眼 果然都是顾里的消息 我没有理会把手机关了机 第二天早上我和宋雨珊 被一阵大力的敲门声吵醒 傅慈你这个臭狗居然敢不接我的电话 我翻了个身准备继续睡觉 没想到她竟然在我家门口大喊大叫起来 傅慈你以为这样我就会爱上你吗 你就是我的狗赶紧滚出来 宋雨珊有些疑惑地看了我一眼 我耸了耸肩说道 我去看看好像是个疯子 我刚把房门打开 狠狠一巴掌就戳在了我的脸上 你看不见我的消息吗 信不信我给你拉黑了 我冷冷一笑说道你算个什么东西 我说完这句话顾里冷住了 这就是我的家快滚 否则我要叫警察了 顾里冷哼她还以为这是 我又想到了什么新的招数 傅慈你是不是贱啊 说完她一屁股坐到了沙发上 见我许久没有回去宋雨珊披上外套 也走出了房间 阿慈你在跟谁说话呢 顾里听到里面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顿时怒道我就说 你居然连我的电话都不接 原来你是背着我睡了其他的女人 我倒是要看看到底是什么人 顾里一边说一边往宋雨珊那边走去 两人四目相对都是一愣 顾里先回过神来指着我问道 你追不上我 就去找一个长得像我的人当我的替身吗 宋雨珊沉默不语 她忽然明白了我昨天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我笑了笑将宋雨珊抱在怀里 说这是我唯一的女朋友 在认识你之前我就认识她 顾里听到这句话整个人都僵住了 她这才意识到自己就是替身 赴辞你这个王八蛋 你个废物竟然拿我当替身 你赶紧离开我家不然我就报警了 顾里见我不是在说笑便气冲冲地走出了家门 顾里走后 我把这几年的经历跟宋雨珊说了一遍 阿慈很抱歉 要不是我当初执意要去国外 也不会让你受那么多苦 这不关你的事是他的问题 本来我以为经过这次事情之后 我和顾里应该再也没有什么交集 没想到过了没几天 他又打来了一个电话 赴辞我胃痛可以送我去医院吗 我没好气地说到我是你的奶妈妈 还是你的司机我干嘛要送你到医院 顾里并没有跟我争吵 他的声音听起来很无力 很抱歉过去是我的错 我实在不知道该找谁来陪我 我冷笑一声人总是在失去之后才懂得珍惜 和我有什么关系 你今天就是死也和我没关系 说完我就把电话给挂了 电话那一端顾里的泪水毒框而出 顾里掏出电话给我发了条短信 赴辞你这个大骗子说好的要和我一生一世呢 我看了一眼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我从来没有爱过你一刻都不会 顾里看到这条短信后整个人都不好了 蠢货你认为我会看上你 我要吃隔壁县的那家面包了 如果你给我买回来我就饶了你 赴辞你就是混蛋 我无奈地看着短信 这个顾里该不会是快被我给气死了吧 我将他的拉入黑名单 从我把他拉黑以后 顾里就像是我的一条尾巴一样一直跟着我 阿慈你这是要做什么顾里轻声说道 我皱了皱眉对他的举动很是不满 你每天都没事干嘛老在我家门前等我做什么 顾里走上前一把抓住我的手臂 恶狠狠地盯着宋雨山 因为我只有你 我撇撇嘴把他的手一甩拽起宋雨山就跑 阿慈等等我 顾里快步地追上我们对着宋雨山说道 就是你这个贱人抢走我的男朋友 要不是你我早就和阿慈在一起了 我一头黑线完全搞不懂顾里在想什么 以前他还以为我是个不要脸的舔狗 现在怎么回事 阿慈你说话顾里拉住我的手臂摆出一副撒娇的样子 我冷冷一笑你这副和狗一样的模样你知道吗 顾里听了我的话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你是不是真的不爱我 我点点头说道 我早就说了我从未爱过你 我牵起宋雨山的手转身离开 趁着周末我和宋雨山 两个人一起来到了拍卖会场 今天展览上有一枚非常漂亮的戒指 我打算把他送给宋雨山用来和他求婚 雨山准备好了没有 宋雨山正在化妆我就在沙发上坐下 阿慈你觉得我今天好看吗 我抬起头宋雨山就像是一个美丽的仙子 看来这枚戒指我志在必得了 我把她抱在怀里亲了亲她的面颊 漂亮我媳妇是天下第一美女 宋雨山羞得满脸通红 伸手在我肩膀上轻轻一拍 谁是你妻子我笑着亲了亲她 要不是拍卖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肯定不会让她轻易地离开 刚到拍卖现场 就看见顾里戴着一个西装革履的男子 朝我们这边走来 哎呦我当时谁难怪父慈会喜欢你 原来你这么有钱 自从上次被我拒绝之后 她就一直在背后说我坏话 说我是个穷光蛋 我摇摇头没办法 你怎么样这是傍上大款了 我抬头看向西装男 她一脸不悦地看着我 你叫父慈你就是我家宝宝的那条田狗 宋雨山再也忍不住了 她指着那个男人说道 你跟顾里还真是般配 都是一副欠奏的嘴脸 你是什么东西 是这家伙的田狗 我不想跟这个没脑子的蠢货 一般见识 直接就带着宋雨山离开了 走吧我们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 一听到重要的事情几个字 顾里立刻哈哈大笑起来 什么重要的事情 去会场扫垃圾吗 我冷笑一声开口 道我就是来扫你呢 顾里还想和我吵架 我却转身不理会她的走了 我拉着宋雨山的手走进了会场 之前的几件拍品 只要价钱合适 我就会举牌 顾里一见我举起了牌子 立刻举起了手中的牌子 也不管价格 最后花了大价钱 买了几件没什么用的东西 我对顾里小声道 你看王琪的那张脸 没用的人吗 对王哥来说 我给他买的那些东西 就像是买一个玩具一样便宜 顾里抬起头看了王哥一眼 王哥碍于颜面开口道 我家宝贝说得对 你这样的人 才会在意价格的问题 这点钱对我来说 根本不是问题 我冷冷一笑真的 那就看看最后的那个戒指 花落谁家就你 还有脸和我们抢你这穷鬼 从开始到现在 你抢到过东西吗 顾里转过头来 对宋雨山嘲讽到 你的男朋友看起来 就是个穷鬼 你是不是一直在赚钱养活他 我不知道顾里 是怎么对我有这样的看法的 但是我家里可是 将成最有钱的人家 这些东西只要我想 我都能买下来 你知道个屁 你不过就是个 没见识的神经病 阿慈他 宋雨山的话 刚说完就被我制止了 我本来就是想看顾里出丑的 哪有那么容易 被他知道我现在有钱的事情 这是本次拍卖会的 最后一件拍品 一枚出自于大师之手的戒指 起家一百万 随着主持人的话音落下 众人纷纷举起了手中的牌子 从一百万较到一千万 我慢慢地举起了牌子六千万 听到我的话 我身边的人倒抽一口凉气 很多人都在惋惜地摇着头 七千万 顾里向我扬了扬手中的牌子 挑衅地看我 只是他没有注意到 王起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八千万 我无视了他的挑衅 只是举起了手中的牌子 宋雨山心疼自己的钱小生 对我说阿慈 这东西不值这么多钱 我安慰到放心吧 但这话却被旁边的顾里 听到了他认为我没钱了 所以才装出一副 趾高气扬的样子 九千万 当顾里说出这句话时 王起在也无法保持沉默 如果让他爸知道 他花了九千万买了这个 估计会杀了他 王起小声说 不买这个了不值 说完还一把 夺过顾里手中的牌子 生怕他再举起 我冷笑着再次举牌 一一 我话音刚落 人群中就响起了一阵 滴滴的议论声 顾里低声下气地说道 王哥算我求你了 我真的很想要 王起脸色一沉 不过还是忍住了 听话我会给你更好的 我骄傲地看了顾里一眼 见王起还没举起牌子 他就伸手去抓 王起眉头一皱 将手中的牌子丢到了地面上 我是不是太给你脸了 说完 他就离开了 现场只剩下顾里一个人 所有人的目光 都落在了他的身上 傅辞 你给我等着 顾里说完 便朝着王起的方向走去 最后 我花了一意买下了这枚戒指 然后把它交给了宋雨珊 雨珊 你愿意和我结婚吗 宋雨珊看到我半跪在地 眼泪汪汪地说 我愿意从宋雨珊 答应我的要求开始 我和她的感情就越来越好了 阿慈 你今晚有空吗 宋雨珊一边给我打着领带 一边轻声问道 我点点头 说道 怎么了 老婆的事情第一位 就算我有什么事 我也会先陪着老婆 宋雨珊 对我这张油嘴滑舌的样子 弄得有点不好意思 既然他们说 他们很久没有见到我了 要跟我一起吃顿饭 听到宋雨珊提到基安 我微微一正 那尘封已久的回忆 又浮上心头 故里也去 宋雨珊听到我的问话 脸色变得很难看 你问她干什么 难道你还想跟她交往 我把宋雨珊搂在怀里 轻声道 当然不是 我只是不想见她 所以才会这么问 宋雨珊哼了一声 道 我就知道你不会 我已经问过了 她不去 嗯 我点点头 等我把公司的事情处理好了 就来接你傍晚时分 我牵起宋雨珊的手 一起去餐厅聚会 没想到 故里竟然会在这里 你来干什么 这里有最低消费 就凭你也想试得起 故里总以为 我上一次买完戒指的时候 就把所有的积蓄都用完了 但问题是 我才是这里的老板 我冷冷一笑 说 我们吃不起 你就吃得起了 上次也不知道是谁 被扔下了 故里气急败坏的说道 你是不是疯了 见人就想咬 我不以为意 把宋雨珊的手拿过来 让她看 怎么样 只要你跪下来 我就把她给你 真的吗 我被她的厚颜无耻 给吓了一跳 见王琪走了过来 我故意说道 王琪真没用 她女朋友 为什么要跪在我面前 王琪急匆匆的赶了过来 正好听到了这番对话 我和她之间 本来就有梁子 谁知道 她才出去了几分钟 故里就已经跪在了我的面前 故里 你疯了吗 给我丢人 其他朋友也纷纷围了上来 只见故里跪在地上 一动不动 既然有些诧异 这才半年不到 怎么我就和故里 就掉了个位置 因为一枚戒指 你就可以抛弃自己的尊严 那我要是让你陪我上床 你是不是也能答应 听到我的话 故里的表情变得很难看 她站了起来 说道 你个废物 竟敢欺骗我 我哈哈一笑 说道 我哪有骗你的意思 我只是想看看 你有多无耻 故里刚要开口 王启直接一个耳光 抽在她的脸上 你给我闭嘴 你还嫌丢脸不够吗 故里被王启这么一骂 心中也是有些憋屈 见我这么关心宋玉山 她就更不自在了 我拉着宋玉山走到了餐厅 叮嘱了餐厅里员工 千万别把我的身份暴露出来 一进包厢 故里就不老实了 她一边说着 一边将自己的UV包拿了出来 新款 你们有吗 故里一边说 一边朝我望来 这是我男朋友专门给我买的 全世界只有十个 听到故里的话 周围的人都有些羡慕地夸着她 唯独我嗤之以鼻 故里手中拿着的那个袋子 根本就是假货 故里摆我一眼 有的人眼界太低 连了V是什么都不懂 我没搭理她 继续埋头吃饭 故里见我没搭理她 更是气不打一出来 你是不是几天没吃东西来了 看起来像个乞丐 我一边啃着鸡腿 一边说道 这么说 这里的人都是乞丐了 顿时 所有人的目光 都落在了故里的身上 故里有点不好意思地说道 说你呢 你扯别人做什么 有病 但故里的这话 显然引起了其他人的不满 王岐把他拉到座位上 说 不会说话能不能别说话 安安静静地吃饭 故里抿着嘴 一脸不甘地坐下 这个小插曲 转瞬即逝 没过多久 众人又说 到王岐家里的公司上去了 王总 我听说你家里的生意 做得很好 王岐一听这话 也就忘记了之前的不快 没什么 只是一些小企业 我皱眉看了王岐一眼 忽然想起了几天前 我爸跟我谈过的 王家的合约 当时我就觉得不对劲 想到这里 我忽然问道 王先生 你是怎么赚到钱的 王岐一脸鄙视地看着我 当然 像你这样的下层人士 是不会明白的 我跟江城第一大富豪富家 有生意往来 你说呢 我心中暗笑 果然是他 我手里掌握着 足以使他倾家荡产入狱的证据 王先生 我给你一个忠告 某些人 你惹不起 你算什么东西 竟敢用这种语气 对我说话 我摇摇头 没有理会他 晚饭后 顾理对我说 现在傅慈现在很有钱 让他结账 既然说道 好了顾理 这家店可不便宜 你干嘛非要跟他过不去 顾理有点不高兴 傅慈 你来买单啊 莫非是买不起 我正要开口 餐厅经理端着水果走了过来 这是我们店里免费送的水果 今天一共花了两万五 谁来结账 顾理指了指我 说 这位屌丝请客 要是他没钱 那就让他在这里 打工还债 我没有理会他的嘲讽 开口说 从我的账户里扣钱 然后给他们每人送一份礼物 顾理被我的样子都笑了 王琪抢着说道 副辞 你还真是会装逼 没钱就找我要 我帮你买单 经理瞪了他们一眼 道 说什么呢 顾总是咱们店里的老板 难道还买不起这顿饭 随着经理的话音落下 整个包间都陷入了一片死尽 我微微一笑 这就是装逼成功的滋味 好了 你按照我说的 钱从我的账户上扣 当经理走后 那些不愿意跟我讲话的人 都走上前去跟我打招呼 突然王琪狠狠地 打了顾理一巴掌 这一巴掌 再次让房间里陷入一片寂静 顾理用手捂住了自己的脸 瞪着王琪道 你为什么要动手 你这个臭娘们 我爱怎么做就怎么做 你要是看上副辞 就跟她好了听到王琪的话 我顿时哑口无言 这种女人 我可不想要 顾理冷冷一笑 你觉得副辞不爱我 只要我勾勾手指头 她就会重新出现 我本来是不打算开口的 但是一听这话 我就再也忍耐不住了 你是不是有病 我牵起宋雨珊的手 站起身子 今天 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 我和雨珊要结婚了 这 这不会就是上次拍卖会的那枚戒指吧 秦安一样就看了出来 我点点头 表示肯定 邀请函会发给你们的 今天来参加宴会的人 都知道我就已经够让人吃惊的了 更没有想到 当初花衣拍下这戒指的 竟然就是我 顾理还是不甘心 他走上前来 傅慈 你是不是觉得我以前对你不够好 故意找一个长得跟我差不多的人来恶心我 我冷冷一笑 说道 我跟你说过 你就是替身 仔细一想 就凭你这种小人 也配跟雨珊比 你 你再骗我吧 我和顾理的对话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正准备离开 但王启却是一个剑步上前 一巴掌扇在了顾理的脸上 你敢给我戴绿帽子 我要杀了你 说完 他就对着顾理就是一巴掌 傅慈 救命 抱歉 我不是那种多管闲事的人周围的朋友一看情况不妙 纷纷上前 想要将他们分开 狗咬狗 很有趣 王启钻紧了拳头 你还好意思跟我说话 我让你的餐厅明天就开不下去了 我看了他一眼 说道 你应该考虑一下 如何保住你的公司 你在恐吓我 我跟傅家有生意往来 真的 那么 猜猜看 我是谁 听了我的话 他们这才想起来 我也幸福 我微微一笑 牵起宋雨山的手 转身就走 我向警方提交了王家逃税的所有证据 王家 在短短数日内 便宣告破产 一天早晨 顾启给我打来了一个电话 傅慈 求求你了 王启要杀人了 干嘛要我来救你 顾启哭喊道 对不起 对不起 求你救救我 我真的要死了 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所以我就急匆匆地赶到了他给我地址 没想到我刚走过去 就被人从后面给抱住了 傅慈 我猜到了 你还喜欢着我 对不对 我挣脱了他的怀抱 顾启 如果你还想要面子的话 就请你放尊重一点 顾启撞入疯癫的笑道 我和你上了床 你想抵赖都抵赖不了 我正想训斥他几句 却突然感觉到一阵眩晕 顾启冷冷一笑 傅慈 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我 你都只属于我一个人 敲门声响起 好在我已经让保镖在门口等着了 就在我快要晕过去的时候 保镖急匆匆地跑了过来 将顾启按在地上 而我则陷入了昏迷之中 等我再次醒过来 发现宋雨珊正坐在病床前 一脸担忧地望着我 雨珊 对不起 我跟顾启并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她欺骗我 说是王岐要害死我 我就 宋雨珊朝我笑笑 我信你 你平安无事 我就放心了 宋雨珊在我脸颊上亲了一口 再之后 顾启就再也没有在我的生活中出现过 不过 我听说 江城精神病院里 有一个整天自称是 第一富豪父子的女友的女人 第一篇晚 第二篇宝宝妻子 一时觉醒后 我才知道我是娇妻文学里的深情男儿 为了保护沈月月 我重伤入院 紧急手术前需要家属签字 而她只是哭着拒绝 为什么要宝宝签字 宝宝好害怕 不想签 她就不能自己醒来签嘛 然后暴露在我公司门口修车的 操汉男主怀中 从此我双腿残废 一蹶不振 费家家产被迅速瓜分 而沈月月靠着我的离婚补偿金 把操汉男主捧成心境理由 自己也发表了苦尽甘来的娇妻的故事 收获了众多追求 我车祸睁眼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派人去把操汉男主的修车行砸了 修车行充斥着机器的爆裂声 和人群的嚎叫 停着的几辆已经不知道几手的旧车 被我过来的人砸了个粉碎 顾唱双目赤红的站在废墟上 英智的盯着下手最狠的几个人 为首的男人笑嘻嘻 顾哥对不住了 不是兄弟几个想背叛你 实在是家里老母亲要钱治病 他比了个五 下手更起劲了 人家费少爷给这个数 跟着你一个月两千的 我连给我妈买个粉都不够 顾唱没理他曾经的小弟 冷着脸到我面前 滚 再不滚我报警 我是没你费少爷有钱 但我也不会像你一样蛮横无礼 杂人家吃饭的家伙顾唱很高 常年的体力活显得他肌肉喷张 极具力量感 而我坐在轮椅上 顺便还挂着两吊瓶 但我身后站的三排保镖 可以随时送顾唱去投胎 我笑着把手里的报告递给他 不好意思 我是费臣 你租的屋子是我费家名下的 前几天有人向我举报你无证经营 甚至休整都达不到合格的标准 我们是来依法查封的 我的笑意加深 还有 你说的没错 有钱就是可以为所欲为话音落下 律师立刻向他递去法院传单 顾先生 我家少爷前几天发生车祸 对面车主说是你的顾客 他表示自己刚到你家修好的刹车 几小时候就出了问题 所以邀请您去法院走一趟顾唱 看也没看 直接把纸撕碎 放屁我摆了白手 刚要喊人继续 就听到不远处尖锐的女声 警察叔叔 他们在那里 你快帮帮顾唱哥哥 沈月月站在路边 红着眼 拽着小警察的袖子 那个小警察今年刚毕业 二十出头的年纪 比沈月月还要小上两岁 一听到沈月月喊自己叔叔 表情骤然有些复杂 他只能尴尬地看着沈月月 费先生已经得到我们橘子里许可 只是半时暴躁点 无证经营的黑心作坊 确实应该强制拆除看到沈月月 我嘴角的笑意淡了些 我想起书里属于我的那个结局 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从小一起长大 我知道他性子娇憨 一直把他当成我的妹妹 娶了他后 也一直是若珍宝 直到他拒绝为我签字 我的双腿和书里一样残废后 我终于感到无比荒芒 我的妻子 和一个男人玩了三年的虐恋行身 终于修成正果 子孙满堂 白头偕老 而书里的我 坐在轮椅上 穿着洗到发白的衣服 行销鼓励的模样 下着前来施舍我的娇贵月月 被男人的手下乱滚打死 真是讽刺 沈月月狠狠瞪了我一眼 跑向顾唱 飞尘 我已经告诉我爹爹了 顾哥哥是爹爹人的干儿子 你欺负他就是欺负宝宝我 你快助手知不知道 看着依偎在一起的两个人 我突然笑了 继续拆 沈素急急忙忙从车上下来的时候 沈月月已经蹲在地上哭了半小时了 他一身公主裙沾满灰尘 顾唱单膝跪在那里 替他擦泪 沈素皱着没看我 飞尘 你就是这么照顾我女儿的 他心疼的去扶沈月月 沈月月哭得眼睛更红了 爹爹 飞尘好坏哦 他把顾唱哥哥的家砸坏了 顾唱哥哥好可怜 沈素更心疼了 他转过头 飞尘 落河那个项目 你自己去找合作对象吧 我们公司不参与了 我轻轻咳了一声 弯起眼眸 好啊 沈素一愣 眼神却真正凶狠起来 他想说什么 最后还是硬生生厌了回去 平时只要沈月月向他告状 他总是用合作的项目威胁我 而我看在沈月月的面子上 总会先服软 但飞家不吃沈家的饭 沈家却要吃飞家饭的 沈素看着我苍白的脸 怒道 我真是看错你了 沈月月收起眼泪 飞尘 你不能这么对爹地 我笑着看他 月月 你是小宝宝 不用掺和大人的事情 沈月月一愣 顾唱立刻冲了过来 飞尘 你讨厌我就讨厌我啊 我知道你这种有钱人 看不起我们这种普通人 但拿别人开刀算什么本事 我眼皮都没抬 谁管你 顾唱顿时怒了 他一拳挥到我左胸 我连人带轮椅 煞食都重重摔倒在地 顾唱愣住了 他没有想到我那些保镖 没来拦住他 甚至现在还在用同情的眼神 看着他 我倒在地上 发出嘀嘀的痛呼 望着他的眼里却依旧呆笑 小陈警官 顾唱好像把我的腿打断了 算故意伤人了吧 沈月月带来的警察愣了愣 才意识到我在和他说话 连忙点头 顾唱的脸瞬间憋红 放屁 老子根本没打你腿 你断个屁 沈月月立刻哭了 不关顾唱哥哥的事 你都坐着轮椅来的 你的腿不是在车祸后就废了吗 我叹了口气 谁和你说我车祸后 腿就废了 沈月月用手转着裙脚 咬唇 我救救他 我摇了摇头 月月 对不起 你舅舅帮我做手术那天 因为受贿 被逮捕了 是院长帮我做的手术 沈月月一张清纯的脸瞬间惨白 她抖着手拨沈医生的电话 却没有打通 警车很快就带走了顾唱 我躺在急救车上 虚弱地看着沈月月 可以让我妻子跟着我一起吗 她太小了 我怕她一个人出事 沈月月的表情好像吃到了一只苍蝇 沈素冷着脸握住沈月月的手 直接扭头离开 医护人员同情地看着我 我叹了口气 虚弱地笑 知道这是一本书后 我当然不会用自己的腿 去读沈月月的同情 车祸后 我撑着最后一点力气起来 叫人把准备给我截肢的沈医生 直接送到警局 才安心躺下 宝宝多好啊 天真单纯 也不会有自己选择的权利 我在医院住了半个月 逢场做戏来看望我的人不少 但不见沈月月 而那些人也默契地 不会提到这个我所谓的妻子 觉醒意识后 我突然觉得 从前被书本掌碰的人生无比可笑 我的世界总是围着沈月月在转动 没有她的世界灰暗无比 公司开会时 她突然哭着给我打电话 说我不陪她就是不爱她 我就会毫不犹豫地 抛弃老员工回到家中 家里李妈请假 我亲手下厨 在厨房倒过几个小时 她嫌不合胃口 把桌子掀翻 摔得粉碎 也有她害怕我养了十几年的狗 会要她捡回来的流浪猫 偷偷把她丢掉 然后找人毒死 这本该让我厌恶的性格 只是因为她是女主 我就不可自拔地爱上她 所有人都觉得 我是最适合她丈夫的人选 于是我兢兢业业 全心全意地爱她 用满腔爱意为她铺路 然后迎来我的死期 可是 就算是灰暗的世界 也有晨曦 迷茫的路口也有归途 女主的人生 也不能一帆风顺 因为我醒了 她也不配 等达到出院标准后 我终于在病房门口 看到了沈月月 她嘟着嘴 似乎有点不开心 费臣 爹地让我来接你回去 我没有说话 她眨巴眨巴眼睛 有些不情不愿 却还是扶住我的轮椅 我知道今天是 周老爷子的八十大手 周老爷子没有子女 自从见到沈月月后 就被她的天真感染 执意要任她做孙女 这回找我去 肯定准备兴事问罪 宴会厅已经坐满人 直到我被沈月月推进去后 热闹的氛围瞬间紧密 在人群的窃窃私欲中 我看到一个意料之外的人 顾畅穿着白西装 端正地坐在周老爷子旁边 而周老爷子拄着拐杖 冷眼看着我 沈月月瞬间委屈地嘟起嘴 爷爷 你为什么要让宝宝去接她 宝宝的小手手都红了 说吧 她轻轻吹了吹手 周老爷子一拄拐杖 轻横一声 费臣 你要看清楚 最关心你的只有我们月月 你看看你自己 做的都是些什么事 沈月月早就把是添油加醋地 和她说了一遍 周老爷子欠了很多人情 才把顾畅从警局保出来 现在看我哪哪都不顺眼 我笑着叹了口气 周老爷子 月月是我的妻子 她却背着我和一个野人 周老爷子一哑顿时失语 因为她曾经的妻子 就是被别人翘了墙脚 以至于后来她功成名就 也没有再去 她最恨朝三暮四的女人 沈月月睁大眼睛 露出可怜兮兮的神态 那还不是怪你吗 谁让你一直不在家的 宝宝一个人害怕 顾畅连忙走过来 费臣 你别血口喷人 沈伯夫任我做干儿子 哥哥保护妹妹 天经地义 我们清清白白 周老爷子喘了几口气 没看顾畅 反而压低声音威胁我 费臣 宝宝还小 她很多事都不会 所以你得教她 二十四岁了 还什么事都不会 因着沈月月怯生生的眼神 我笑了笑 沈月月看出我瞧不起她 瞪了我一眼 蹦蹦跳跳地跑到周老爷子面前 爷爷 宝宝都长大了 为了在今天送给你这份礼物 宝宝跟着老师学了好几个月的彩辈呢 老师说这能缓解疲劳 书经活络 周老爷子的脸一下僵住 她咳了一声 月月 你的心意爷爷领了 可爷爷都这个岁数了 也用不着了沈月月的眼眶一下就红了 她不分场合 嚎啕大哭起来 爷爷 你是嫌弃宝宝了吗 宝宝很轻的 顾畅哥哥说过 宝宝比五岁的宝宝还轻 这下 所有人的视线都落在顾畅身上 目光不由有些嘲笑 顾畅穿着白色西装 趁得她皮肤有黑 就像刚从田里回来的庄稼汉 她也确实算是庄稼汉 要是没有沈月月寻死密活 求着沈素扔下这个干儿子 她还在她的修车店 为了多挣点钱 用着不合格的维修工具 顾畅难堪的撇过头 莫名其妙瞪了我一眼 好笑 这句话难道不是沈月月说的吗 而周老爷子看到沈月月哭 一下就急了 连忙令人搀扶自己去躺下 沈月月享受着重心捧月 得意地望了人群一眼 毫不收力地踩到周老爷子背上 下一秒 周老爷子的脊柱 发出一声清脆的嘎嘣声 今年八十高龄的周老爷子 终于碰上了 她辉煌人生的第一个坎 她贪了 沈月月的脸吓得惨白 她躲在顾畅的身后 而周老爷子的小情人的那个巴掌 顺势就落在顾畅的脸上 顾畅的脸被打偏过去 小情人朝沈月月吐了口口水 老娘好不容易找了个有钱的 还以为能享福了 没想到被都被你踩断了 现在那模样 看起来没几天就要归天了 你满意了 沈月月在顾畅背后哭哭啼啼 小情人更怒了 哭个屁 够了 小安 月月还小 她不是故意的 你看在我们是同一个村的份上 去找周总帮月月求求情啊 小安翻了个白眼 她小 你瞎啊 你小还差不多 还同一个村的 你不是最嫌弃你的书生 觉得配不上人家大小姐吗 顾畅呛了一口 而小安只是若有所思的看着沈月月 你们男人都喜欢这一挂的 沈月月怒目而视 我笑着坐着轮椅出去 向沈月月伸出手 跟我回家吧 月月 待会老爷子醒了 你想走也走不了了 周老爷子年轻时混的是黑道 手段可见一般 沈月月这下乖了 立刻从顾畅背后跑出来 扑进我的怀里 老公 我就知道你最爱宝宝了 不会不管宝宝的 我在顾畅几乎要杀人的视线里 徐徐摸了摸沈月月的脑袋 任由她推着我飞速离开 沈月月其实很聪明 不聪明的话 她成不了女主 也活不到现在 就凭沈月月的性子 结仇众多 而她却能很敏锐地寻求庇护 就比如现在 她把我推进屋子 可怜兮兮地看着我 老公 我是看顾畅哥哥可怜才帮着她的 她一个人从那么大的山里 搬到我们这里来 好可怜啊 她又顿了顿 满脸红侠 但宝宝知道 宝宝永远是老公一个人的宝宝 所以亲亲老公 不要生气好不好面前的女人 五官精致 岁月已经给她染上细纹 她的语调却尤其又泰 显得人无比割裂 我笑着看着她 月月 我不怪你 你说的对 是我经常不在家 让你害怕了 你才会去找顾畅的 我挽起她的手 不顾她脸上的惊恐 所以我给你找了的学校 宝宝这个年纪 应该要上学了吧 沈月月疯狂挣扎 却被我紧紧握住她的手 乖 月月 要靠自己 不要依附那所学校 沈月月并不陌生 她以强势的手段闻名 以奠基脱敏来治愈 书里沈月月第一次 和顾畅闹得不愉快时 又想起我的好 半夜找到我 跪在地上朝我忏悔 这时候飞家已经倒了一半 顾畅已经凭着沈月月的帮助 成了金融新贵 书里的我却以为 沈月月是真心悔过 还是原谅了她 留了她一夜 而所谓的不愉快 只是顾畅慢慢追其路的 小小波折 注定成为不了男女主之间的隔阂 顾畅踹开我家门的那一夜 沈月月偷到费事机密 两人理应外合 彻底压垮费家 而顾畅害怕她的宝宝 和我死灰复燃 就把我送进了那个 让人闻风丧胆的学校 驯化我 摧毁我 想到这 我笑了一声 康复治疗师走到我身边 公围道 费总 按照这个进度 你的腿很快就能恢复了 我松开治疗器械 然后道谢 三个多月的康复 双腿传来的知觉 让我感觉到 书里属于我的那个结局 离我越来越远 想到沈素上午找我说 顾畅一个人 闯进沈月月的学校 把她救出来了后 我换完衣服就去了她家 刚来到她家门口 就听到女人的哭泣 和玻璃的碎裂声 爹地 她是谁 哪来的小贱人 她们三个月 面色苍白了些 身材也更加鲜弱 沈素眼里闪过一抹不仁 但很快就被背后女人 鲜弱五骨的手驱散 小安从沈素背后走出来 亮呛一下 双眼含泪 老公 你女儿吓我 宝宝好害怕 要轻轻抱抱举高高 沈素心疼的轻了一口 沈月月骂了一声贱人 冲上去就要打小安 沈素瞬间护在小安身前 月月 谁叫你说脏话的 你太让我失望了 沈月月眼眶心红 爹地 他学我你看不出来吗 妈咪死之前你明明说过 永远爱宝宝 不娶别人的 他拉着顾畅 亲密无间 可是现在宝宝被废城关起来 你都不来救宝宝 还是顾畅哥哥来救的 害得顾畅哥哥一条手都断了 我这才注意到顾畅只剩一只手 右手从肩膀处消失 不见踪迹 他会后悔的 就像沈素一样 周老爷子醒后找不到沈月月 就对沈家进行疯狂报复 沈素对沈月月留给他的烂摊子毫无办法 和他已故亡妻一个性子的小安 娇汉天真 纯洁至真 小安自从周老爷子黑话后就被我收编 是玩弄人心的好手 他看上了沈素 又在医院得到沈月月的真传 顺便把他策反了 毕竟有了老婆 孩子就不愁了 沈素皱着眉 冷喝一声 你还知道怪我 你自己想想这些事情是不是都是你惹的祸 一个家不能有两个宝宝 沈月月一定是出局的那一个 我望着满地狼藉 敲了敲门走进去 沈月月一看到是我 眼里露出恐惧 顾唱用紧身的一只手护住他 费尘 你还来着干什么 沈月月是你的妻子 你这么对他 你不觉得自己很冷血吗 我笑着走进去 沈月月勉强露出微笑 老公 你的腿好了 恭喜你 我走近他 沈月月害怕的发抖 他不装了 你别过来 那个贱女人为什么会在这里 是不是你干的 爹地最疼我了 一定是你 安安翻了个白眼 在旁边阴阴阴 老公 你女儿一直骂人家了 沈素连忙斥责了沈月月一声 我没有生气 只是弯着眸 月月 你既然那么喜欢顾唱 我们离婚吧 沈月月的哭喊声瞬间停止 他咬着唇 一声不吭 顾唱从我说出这句话的喜悦 变成急迫 宝宝 快同意啊 同意了我们就能永远在一起了 沈月月沉默着 突然抬头看我 费尘 离婚是你提出的 所以离婚后 你必须给顾唱哥哥一个 你公司的经理位置 还要补偿我三千万 我笑着看向他 做梦 然后抬脚就走 沈月月急了 这毕竟是他唯一 即可以保全名声和我离婚 又可以光明正大 和顾唱在一起的机会 你别走 我什么都不要了 我和你离婚 签完离婚协议书后 沈月月突然抬起头 他挽着顾唱 哥哥直笑 费尘 你好笨哦 被我们骗了 他嘟着嘴 掏出手机 其实周爷爷早就原谅我了 还是周爷爷派人帮顾唱 把我从学校救出来的 周爷爷和我说 我准备让顾唱继承他的公司 我就说嘛 我只要撒撒娇 什么都解决了 他难受的看了一眼 顾唱的断手 愿毒的看着我 费尘 我会让你付出代价的 说吧 他拉着顾唱 轻横一声离开了 沈素望着他的背影 眼里闪过不忍 小安急事的撒娇 老公 这不怪你爸 安安和老公会有新的宝宝大 说吧 朝我眨眨眼 周老爷子给我打来电话 我笑了一声 我帮您找到他们两个了 您其实不用费了顾唱的手 我怕沈月月反悔的太快 但我的腿已经彻底康复后 我去医院做了最后一次检查 医生确认康复后 我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 被120拉进来 是顾唱 他唯一的胳膊鲜血淋漓 整个人几乎没有任何起伏 沈月月趴在他身上 失声痛哭 对不起哥哥 我不该非要让你去买小蛋糕 不然你也不会被大车车撞 医务人员想分开他们两个进行抢救 沈月月说什么也不敢 你们想干什么 别想背着我和顾唱哥哥谈情说爱 我说过了我和哥哥永远不分离 医务人员没办法分开他们两个 急得团团转 监护器疯狂报警 顾唱脸上的血色迅速退去 有护士问沈月月车祸现场情况 沈月月还在装可爱 我不知道呀 车祸发生的时候 宝宝立刻就闭眼了 好可怕的 顾唱本来就栖息微弱的身体 顿时更微弱了 对面周老爷子派来制造车祸的车主 看不下去了 好心劝阻 妹子 你快松手让你男人去抢救吧 你看你男人都快没气了 沈月月尖叫一声 抱得更紧了 哥哥你别死 手术被延误 顾唱戏提双手残疾 在书里呼风唤雨的顾总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沈月月 督着嘴撒娇 说自己不会拖地 不会做饭 顾唱看着自己千辛万苦取来的的小公主 只能隐忍着用脚给她做饭 沈月月嫌恶心 一口没吃全倒掉了 顾唱拧着眉 双眼心红 月月 不想吃的话 宝宝为什么要自己做 当初我和费臣结婚的时候 宝宝什么都不要做 也不会做 顾唱的眼睛更红了 你想她了 沈月月别扭 没有 宝宝只喜欢顾唱哥哥 所以哥哥不要对宝宝生气好不好顾唱肌肉绷紧 他亲吻着沈月月 眼神却没有丝毫温情 宝宝 哥哥什么都给你了 所以我们就算死 也要在一起小安靠着我的帮助开了一家公司 他的生意越做越大 已经有盈盈比肩沈素的资产 他向沈月月学的那副宝宝姿态也消失了踪迹 还给沈素生了的继承人 沈月月已经在这个家彻底没有容身之处 其实他之前还是有机会回来的 他曾经是沈素唯一的女儿 彭在手心养了这么多年 沈素总归舍不得 可惜 沈月月每次回家 不是偷沈素的卡 就是辱骂小安 要不就是让沈素感觉退休 把总裁的位置让给顾唱当 沈素彻底愤怒 和沈月月断绝关系 谢谢你 要不是你 我还在周老爷子手底下讨生活 小安抱着刚满两岁的沈横 语气温柔 曾经所有人都看不起我 嫌弃我跟着男人讨生活 是下贱 村里的人只觉得顾唱有希望 因为他力气大 长得好看 能讨富家小姐欢欣 其实性质都一样 但人心总是偏的他笑了笑 但幸好现在 站在这里的是我 我曾经问过小安 要不要帮他离开沈素 但他摇头拒绝 他说很喜欢现在的生活 确实 顾唱没有资格站在这里 小安有资格 人群之中传来喧哗 我照着没走过 就看到一脸苦楚的沈月月 他看到我 眼睛立刻亮起来 就像抓住救命稻草般扑向我 非诚 你带我回家吧 我侧身避开 我已经三年没有见过沈月月了 周老爷子一年前死之前 还会每个一个月 和我汇报一下他的情况 比如沈月月被顾唱逼着去买菜 叫泼辣的女人阿姨 那个女人直接甩了他一巴掌 然后所以菜饭卖个沈月月的菜 都比卖给别人贵上两块 又比如沈月月找曾经逛街 沈月月想拿着他所生不多的钱买包时 阴阳怪气说宝宝应该背书包 最后就是沈月月怀孕了 不是顾唱的孩子 骄傲如顾唱 双手残疾后唯一能干的 就是他曾经小弟递来的橄榄枝 但怕被曾经的小弟嘲笑 怎么可能去工作 而沈月月什么都不会 却依旧向他索求名牌衣物 于是有一天 顾唱带了一个男人回家 沈月月没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 周老爷子说的时候很痛快 连自己贪了都忘了 但是如果没有他的溺爱 沈月月不一定会变成那样 犯罪者并不会承认自己的犯罪 这本书真是荒唐而又胡闹 沈月月见我躲开 声音带了点祈求 费臣 你救救我吧 我知道我错了 顾唱就是山沟里出来的老鼠 他要把我卖给山里的一个老头 三年时间 沈月月似乎老了十岁 他眼底的细纹无法用粉底遮盖 干枯的皮肤也不再如婴儿般吹弹可破 我从人群之中看到顾唱的身影 他的头发已经极尖 一只眼睛紧闭 原来充满力量感的身躯 也已经形容哭口 他低着头 怕人群注意到他 沈月月拉住我的袖子 眉眼中依稀可见从前的影子 但我不会救他 我扶开他的手 温柔地注视着他 我说过的 你不是图丝花 要靠自己 不要衣服 我没有帮沈月月 于是他又顾唱被带走了 他有两只手 对于连手也没有顾唱 想要逃走很简单 但他不会逃走 毕竟只有他一个人的话 他就不是宝宝了 他想有人宠着他 就算那个人不再宠他 他也能自我催眠 直到他破旧的出租屋门口 开了一辆面包车 里面四五个男人 虎视眈眈的看着他 沈月月看向自己曾经的爱人 顾唱用嘴叼着烟 满脸胡渣 表情烦躁 沈月月突然想起我 也想起他这个 在时光里死去的爱人 顾唱 你真的要把我卖了吗 沈月月声音很低 顾唱把烟涂掉 我养不起你 大小姐沈月月声音带着悲哀 她含泪笑着 能再让我亲亲你吗 我会想你的 顾唱眼里带着复杂 但她缺失双臂 让她很快清醒 不把沈月月卖掉 她就没钱活下去了 卖多点钱 她就能买一双便宜的甲汁 然后找我报仇 但她忍不住 还是朝沈月月走去 温软的唇落在她额间 她听见沈月月 四哭四笑的声音 你和我说好的 就算死也要死在一块尖刀 刺入顾唱心脏 顾唱难以置信的睁大眼睛 然后剧痛袭来 生生吼出一口血 于是在沈月月的眼前 惊悚的给我打电话 老板 这女人也太吓人了 我们不就开着车子 停他们家面前 咋还把人杀了 沈月月彻底疯了 她逃到大路上大叫 一辆车急迟而过 她倒在血泊里 我从黑暗中走近她 她睁大眼睛 惊恐的看着我 我笑着看着她 月月 痛不痛 我当时就是这么痛 沈月月想大声呼救 但血液涌到喉咙里 她差点窒息 轿车主人咄咄嗦嗦打了120 医护人员肩又是她 叹了口气走向我 先生 你是沈小姐的家属吗 我们要对她紧急手术 你能来签一下免责书吗 沈月月顿了一下 然后稀奇地看着我 记忆拉回到当年 她缩在顾唱的怀里 摇头哭泣 说她害怕 看吧 时间是会轮回的 对不起 我不是她家属 我们已经离婚了 我签不了字 沈月月绝望地看着我 但她连话也说不出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走远 然后脱力地跌回病床上 病情太重 医生只能叹着气 给她进行了截治 醒来后 沈月月就疯了 她在病房哀嚎 说自己是女主 应该身价千万 丈夫是国际巨星 所有人都应该喜欢她 同病房的病人受不了 直接报了警 于是沈月月被拉进精神病院 关在重症病房 我去那里看她 走廊里充斥着病人的尖叫和哀嚎 像一个人间地狱 沈月月蜷缩在床上小小一脚 她见到我 惊恐地瞪着眼睛 你怎么能站起来了 不对 你不是已经死了吗 床却忘了没有腿 重重跌落 她终于想起来发生的一切 愤怒嘶吼 废臣 是你对不对 是你 一定是你 你还给我 你把我的还给我啊 我笑着眯眼 还给你了 这双腿 不是还给你了吗 沈月月开始尖叫 护士闻声赶来 我笑着退后 她发病了吧 她这余下的一生 应该再永远发病了 残忍嘛 你会为星辰哭泣 但却总在等待流星 清醒的人嘲笑你的怜悯 但君山之上 天文望远镜并不缺你一家 而你只是想看一眼 飞出既定轨迹的星辰 全文完 天文完 天文完